你好呀 我是悠悠 今天我们来画一个比较适合秋天的棕橘色妆 然后边画妆边聊一下 过来我们最近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 关于外貌焦虑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首先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今年29岁 北方人 然后现在正在德国读博士 已经在德国完成了研究生的学业 今年2月开始 在慕尼黑空大读博 我护肤是从大学的时候开始的 大学的时候 然后就会买一些化妆水啊 一些面膜啊 然后认真开始学化妆 并且定期长期认真化妆的话 是从研究生的时候开始的 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了 然后平时出门的话是一定要打扮的 就是不一定是说百分之百 有时候也会偷懒 打扮是一定要打扮的 然后就是说 至少会弄一下头发 然后戴个耳饰 然后 就是说我不一定是每天都会认真真地画大妆 至少肯定是要 嘴唇是要稍微有一点颜色 就像我现在这样稍微 磨了一个稍微带一点颜色的唇膏 这样的话可以提升一下气色 然后耳饰是永远都会带着的 然后我们来谈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 外貌焦虑 外貌焦虑的话 我总结下来总共就是有三点吧 第一点就是关于脸 那焦虑的点 有些人就会说 那我 我的脸不够完美 我不够好看 觉得自己的鼻子不够挺啊 眼睛不够大啊 这一方面 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身材 身材的话我们就会有这种焦虑 就是说 那我不够瘦啊 胸不够大啊 身材不够好啊 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说品味 品味的话就说 那我的品味不够好 我怎么感觉我怎么穿怎么搭都没有 就没有那么好看 没有那么潮 就不够不够酷 那这些压力的来源呢 是来自哪里呢 我觉得主要也是可以总结成三点 第一点就是社会压力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比句比较经典的话 就是说 如果没有化妆的话 没有化妆出门 就像没有穿衣服出门一样 然后第二种压力就是职场压力 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 我的外貌不够优秀的话 那我就不够专业 不够格跟其他人去PK 然后第三种状况的话 就是情场压力 也是一句比较经典的说法 女为越级准容 女孩子就会觉得 如果我不够好看的话 那 那她会不会就不喜欢我 会不会就没有办法 跟很帅的小哥哥在一起 小哥哥小弟弟在一起 这三种 那我们来逐一 逐一击破 今天先说一下脸 关于我的脸不够完美的这种焦虑 我们可以怎样去解决 我觉得吧 有三种解决方法 第一种解决方法就是 整容 去微调嘛 在财力 人力 精神方面 都需要 有一定的准备 哪一个部分你觉得不够完美 你就去微调 做手术嘛 我们靠physical来解决 然后第二种解决方法就是说 化妆 算不算chemical 就是说我 不去做手术 但是我依靠化妆来扬长臂短 至少也提一提气色 对吧 通过化妆来达到质的肥月 然后第三种方法的话 就是生活方式的改变 有些人他其实不一定是脸 没有那么好看 他其实有可能是气色不够好 或者有可能是黑眼圈啊 像我这样有眼袋啊 有黑眼圈 这种情况 皮肤不够好 那这种皮肤不够好的话 除了化妆以外的话 你还可以在生活方式上 做出一些改变 更健康的吃饭啊 更健康的作息 然后可以调整 敷面膜啊 护肤啊 然后养成更好的生活方式 然后来改变这种 皮肤上的缺陷 或者是脸色上的缺陷 或者是黑眼圈 眼袋这种问题 第二个的话 就是关于身材 身材这件事吧 我觉得有三个解决方法 第一个解决方法 首先就是 也是一样 从生活方式上来改变 就是调整饮食 你如果说我身材很胖 没有达到理想中那种瘦的程度 首先你先思考一下 问一下自己 你自己 在饮食方面 有没有暴饮暴食 有没有吃得很甜 很油 汤汤汤汤你都避开了吗 这一点首先是从基础上面 改变一下身材这个问题 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运动 我们双管齐下 我不仅在吃饭这件事情上 对自己负责 那些女孩子可能比较宅 她不喜欢做那种 不想去健身房 也不想做那种很激烈的运动 那你至少从家里面先走出去 可以出去做一些 比较轻松的运动 比如说你可以去爬爬山 远足啊 游泳啊 或者是跳跳舞啊 做一下瑜伽啊 不是重运动 但是你也可以从中得到乐趣 然后可以跟小伙伴一起做 甚至能交到新的朋友 但是对你的身材 也有帮助的这种运动 第三点的话就是通过穿搭来改变 就说身材不够 衣服来凑 我们就通过扬长臂短的方式 让自己的身材看起来更好 就是能遮地方就遮住 能改善的地方就改善 然后能发扬光大的地方 我们就发扬光大 比如说我的腿长 但是我有小肚子 那我就穿一些 比较可以遮肚子的裤子 比如说一些短裤短裙 或者是这样可以显得 我的腿长可以把腿露出来 但是又是高腰的 然后可以把我的肚子遮住 或者说有一些女孩子 它屁股比较大 那我们就把屁股遮住 对吧 品位的话 我觉得也是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改善 第一的话就是通过艺术 我们把品位从根上来提升 第二种方法就是穿搭的视频 我们可以快速的copy 然后学到一些小的tip 然后把这些小的tip用到自己的身上 然后可以快速的改变自己的品位 第三种的话就是通过时尚界的学习 这个跟第一个艺术是有 一曲同工之效 就是说我是长期长远的 想要提升我的品位 那我多去看一些艺术 时尚界的一些视频 一些看一些走秀的视频 然后看一下每一季的新的ideas 然后通过这种学习 一点一点的慢慢积累 然后来改变自己的品位 说一下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怎么样能够从根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还是主要还是心态的问题 这个就要结合我们刚才分析的 歪貌焦虑的三种原因 社会压力的话 我觉得我们就是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要这样想就是说 我做好我自己 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我 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 我敢于说不 别人如果要强行要求你说 你不行 如果你不化妆 你就没有穿衣服 你如果不化妆 你就不够好看 或者是你化成这样 很丑啊这些的 你就不要管 你忽略 对于这种社会方向上来的压力 要敢于说不 你要有自己的想法 我今天就是很累 我就偷懒一天我不化妆 我就或者是我化个小淡妆 我稍微涂个唇膏 然后抹个 打底 我就出去 我只要自己开心就好 我不管别人怎么看 如果是来自职场的压力的话 你要觉得自己是OK的 自己是可以 跟其他人去PK的 已经在自己的身上花了功夫 你比如说你去提升了自己的外貌 你学会了化妆 你学会了搭配 然后你也在不断的运动 提升自己的气质 改变自己的品位 加上心态的调整 你够自信了 你成长成为了一个比较 我们就说Big Girl 的话 你有这种自信去跟其他人竞争 不是 关键是自己心态的问题 你要觉得你是可以的 你就是你 你就是最好的 不管别人今天化一个多欲解的妆 那他的内在如何 人不能光看外表 对不对 首先要有自信感 然后而且要有底气 对不对 在这个基础上 然后我们来自爱 就是说 你如果要出去见客户 你跟老板开会 你觉得把自己拉拉踏踏的去 你觉得合适吗 你这样尊重你的同事 尊重你的客户吗 这种就是既不尊重别人 也不爱惜自己 那这种状态你觉得OK吗 是不是就不OK 那你想不想要改变 那你肯定想要改变 第三种关于情场的压力 刚才提过的关于这句话 女为越级这种 那我们把它稍微改一改 我觉得这句话可以改为女为级而容 把自己变好看 或者是自己 收拾的漂白亮亮的出门 不仅仅是为了别人 是为了让自己开心 让我自己 我就自嗨 我就把生活活得有点仪式感 这样 我是为我自己而活 我为我自己而打扮 我为我自己而化妆 我就穿的漂白亮亮的衣服 是为了我自己而穿 不是为了哪个男人穿 不是为了哪个男生 不是为了谁而穿 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已经三年了 然后我们也在 之前在一起住 现在因为工作的原因 我们没有住在一起 因为在两个城市异地 然后我们平时如果是出去 要有一些比较大的活动的话 比如说要去看演唱会 比如说要去听音乐会 或者比如说要去柏林旅行 要去法兰克福吃火锅 那像这种活动的话 我都会计划好自己要穿什么衣服 然后要搭配什么首饰 可能会带着 带着化妆品去 然后要化妆 居家的时候 就比如说平常很居家的时候 那我也就是摸一个唇膏 我没有说是 我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我都应该是带着妆在他面前 一脸完美地醒来 你也是又累又假嘛 对吧 关键重要的是 展示的是 你的一种心态和一种态度 而不是说你的脸有多完美 或者是你的妆化的有多好 再举一个例子的话 就是我今年二月开始入职 读博 读的是土壤与地貌的博 然后平时的话就会经常有要进山 在山里面工作的时候 然后这种时候 你觉得我化一个大妆去山里有意义吗 如果说我老板觉得 我怎么不修蝙蝠 那当然我肯定是会修了蝙蝠再去的 对不对 进山的话你至少不能拉里拉遢的嘛 那像这种时候我会选择说 那这个是不合适化妆 化大妆 然后突然搭配的很潮的这种时候 那我就不 那我就不化嘛 但是至少收拾的利利索索的 也不怕别人judge 我自己觉得OK就好 再举一个例子的话 就是说 比如说我要去参加一个会议 我要去参加一个conference 我穿可土了 我就穿 穿的一点也不business 一点也不学术 穿一个破白烂烂的一个T恤 或者穿一个hoodie去参加 穿个帆布鞋 你觉得OK吗 关键重点就在于 要在合适的时宜 搭配适当的衣服 妆容 把自己收拾的利利索索的 既适合场合 既尊重别人 又爱惜自己 这个是最重要的 不要有压力 压力都是来自于自己的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我就做我自己 我就做我想做的 我想做就做 我不想做就不做 没有人可以强迫我 好了今天的这个妆就画好啦 我们也稍微浅谈了一下 关于外貌交据这个话题 都是个人观点 可能有一些地方 我说到不够完美 或者是没有面面俱到 也希望大家可以见谅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 或者是建议 或者是讨论 可以发在评论区 或者在弹幕里面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讨论区